好,开始第二套流程 换上第二套服装 上路线的长销之战 片头跳过 武器已经换了,拿四级武器改的名 这次的名字是星切 最早的主人是曾我五郎十志 是曾我兄弟复仇事件中的弟弟 被称为日本三大复仇事件 在连仓幕府初期 伊豆地区的名门望族伊东又亲和侄子龚腾又精 在领地问题上有争执 龚腾又精派了两名刺客去暗杀叔父 射出的箭却误杀了伊东又亲的儿子 何金又太 何金又太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改嫁曾我又信 两个孩子在曾我家长大也改姓曾我 后来龚腾又精成了元奈朝的宠臣 曾我兄弟中的哥哥又成继承了曾我家家都 弟弟湘王丸在父亲遗体所在的湘根全县设出家 正好赶上元奈朝参拜 曾我兄弟的杀父仇人 龚腾又精也随行在旁 他不知道湘王丸跟自己有仇 还送了他一把短刀 后来湘王丸从四宫逃出 投靠北条时政 元府时改名曾我时至 兄弟二人重聚后 在湘根全县设祈祷要为父报仇 取出了当年元奈经 为讨伐穆曾奈重时 为祈祷胜利而供奉在这里的两把刀 实质拿的是锡丸 也叫蜘蛛切 就是信长的一级武器 是传说中元奈光斩杀妖怪土蜘蛛所用的刀 几年后元奈朝在富士山举行狩猎 龚腾又精也参加了 曾我兄弟在夜中潜入龚腾又精的秦所 趁其酒醉将其刺杀 用的就是龚腾又精 当年送给曾我时至的那把短刀 兄弟俩被赶来的武士包围 斩杀十人后 哥哥又成战死 弟弟时至逃入元奈朝的住所 被禁士御所武郎丸所勤 元奈朝想留他一命 但在龚腾又精遗孤的请求下 楚斩曾我时至 也有说是北条时政派二人来刺杀元奈朝的阴谋 这把兴切就是曾我时至所用过的太刀 在战国时代为信长所得 长销之战后 之前信中率军进攻武田军秋山信友的延村城 遭武田军夜袭 但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反将敌军击溃 并趁机返攻追赶败逃的武田军杀入城内 秋山信友以保留全体降师的性命为条件 请求投降 之前信中假意答应 在秋山信友等人前往知田军阵地时 将其抓获 秋山信友的妻子是信长的姑姑 夫妻都未处以急刑 有的说法是信长亲手杀了自己的姑姑 所以说啊 跟之前家打完了再投降 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之前衣室长导的教训还不够惨了 后来的剥夺爷也是如此 在这之后 信长就把家都让给了信中 给了他一些茶具 还有就是这把新切 所以这把刀打完就得送人了 本能四之变时 信中也带着这把刀 在大火中被烧毁 从这能力配置上就该看出 我又要打马战了 信长马战能力很好 出招快 氛围也不错 但也有缺点 普通攻击第三下竖劈 C4也没有后几代好用 其实步战C4也不如前后面几代好用 还有就是信长马战不能无限连 普通攻击只能地上一套 接浮空一套 再往后会被瘦身 C2也是众多角色中少有的 在空中击中可以空中瘦身的 然后这次用的是洞牙 因为下路线长销 我还想再打一次马战 到那个时候再用红连 用洞牙冻住连的情况 现在的时候呢 如果要输出的话 最好是用C3 因为那个C4啊 第一来出招的速度太慢 而且伤害真的不大 对了 至于闪光属性 不推荐马战使用 因为如果不崩防的话 无双会被全部浪费的 装备也换成马战用的 一代的马种类实在太少了 没有白云我就只能用普通马鞍了 这个流程币就打一个射击时机不对的一个流程吧 方法就是直接打死三天王中的一个 或者接近了长销城 所以我就直接在第一个任务打掉马场信房 这样最快 好的 开始战斗 这些东西 对了 对了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听到的 有没有什么人 我听到的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是否改变?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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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这个任务就不完成了 一路继续马场信房 我们就为任务失败 这一路继续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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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任务是阻止武田军的进军 成功的方式就是击破 内藤 山线 马场 针钱 就四个继续马精神的主将 失败的方式就是他们进入到的我方 这个铁套陷入地的深处另外也有时间限制是任务开始后 反正不到三分钟晚有了那个时间限制 所以这个时间限制还是比较紧 没有什么多一个时间去打别的敌枪 这一路继续马场 这一路继续马场 我相关的敌枪都没有时间去管 直接去打 这样三分就远了 我都肯定了 你把叩子的攻击 你把叩子的攻击 《茶酒山》已经陷落,所以这次项外会往《茶酒山》撮黑 由于我出发那个任务之后,项村会直接往这边赶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边角落,所以躲着《茶酒山》之围 《茶酒山》疯了 《茶酒山》 tricks 嗯 总算是赶上了 这次我先胜赖就要往893的方向逃走 这次胜赖我就不追了 这次就让他爬下来 看在他逃走之前我能够打死你的敌将 还是先胖一个不小心 要出黑战的时候就出城推破 因为他这个呼召一块 等下就不把呼召了 伤害已经快到了 这就是射击时机不对的这么一个流程 另外一种流程我就不再信长之将做了 等到庆次之将再做 好的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